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晚上的講座要準備開始囉 那還沒有做過我們的夥伴呢 可以先找個位子坐下來 我們後面還有一些備用的椅子 所以新來的夥伴可以只要後面去拿椅子 好 那我們就繼續 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常常來 會不會感覺到今天氣氛不太一樣 我自己主持真的覺得今天氣氛蠻不一樣 我跟你講就是我自己主持的牆次以來 就是第一 最少會說 我今天來的我是叉叉叉的粉絲 然後或者是說他叫我來 然後我是他的朋友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準備好的 就是我可以聽到每個人其實都是 有真正關注在這個議題 而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可以講出自己的關心 或是疑惑 然後更感受到的是就是 公投完順便的同學也都是一片殘淡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啊算了吧 什麼一命吧 可是今天來這邊 我光聽完大家的自我介紹 我就突然覺得好有期望喔 就是這邊做了一群就是很關心 然後正準備要做什麼事情的人 那我覺得未來確實一定是 還有很多商項可以做 那另外其實做的事情很重要的是夥伴 就是為什麼哲午會有前面這個 大家簡單開場也是 其實大家可以聽到喔我們有老師喔 我們有傳媒 我們有這個記者有工程師有這個學生啊 然後各式各樣法律的念哲學的 大家或許待會結束就可以從這邊找夥伴 就是你未來想做什麼 有沒有相關人可以串聯 那或許可以分享更大的這個效應跟影響力喔 那我們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題 大家都確實都是關心這個議題而來的 剛剛也非常多位提到說 人權到底能不能拿來公投 那周選會是不是在一開始 就已經通過了一個是違憲的公投 可是這個公投雖然有這麼多爭議 大家對於主文也是各自解讀 各自認為有一個說詞 但是這個頭已經洗下 所以公投都已經辦完了 大家會想知道是 那麼一個違憲的公投 或者是一個有真意的公投 我們現在效力到底是怎麼樣 以及就是我們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看待這些事情 到底可以改變這個結果嗎 或是它的效力是如何 而我們可能作為法律的工作者 或者是一般上班族 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三位獎者 等一下我先跟大家說明 等一下我會先請 辦理謀的秘書長智傑 來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整個流程是怎麼跑的 目前公投到底有哪些的問題 哪些真意跟哪些亂象 那接下來我們的陳律師 會跟大家分享 剛剛有朋友特別提到的 關於目前是不是已經要著手 有做一些撤銷這些公投提案的訴訟 那目前進度怎麼樣 可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最後會再請蘇老師 跟我們談談憲法學者的角度 來看看現在的 怎麼樣去解讀現在的憲政的問題 那要怎麼面對 那最後我們大概會有三十到四十分鐘時間 讓大家做QA跟互相的討論 也先跟大家講就是今天的流程 那麼智傑OK了嗎 好還是你 好喔 那我們首先可能就先請 辦理謀的秘書長 簡智傑來跟我們分享就是 大家可以觀察到也整理一下 目前公投到底有哪些爭議 有哪些亂象跟僵局 那請志杰 謝謝各位大家好 今天好多人啊 對 就是一直到就是11月24號結束之後 其實看到社群對於這個 公投結束後的結果 大家的反應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蠻 好啦內心就是未雜陳 但是有一塊確實是 如宣如說的看到了一個感動 因為我們在25號26號 公投剛剛結束的時候 其實就看到社群的夥伴就直接在問 那我們還可以繼續做什麼 所以其實整個我們感受到的是 但是大家並沒有因為公投結束 就決定放棄 大家都還想要問下一步是什麼 所以我想這個能量 一直到一個月後 還有這麼多人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 但是因為剛剛為什麼會手忙腳了 因為大家我發現聽了一文下來 大家問的問題跟我今天要講的 就不太通常了 然後因為剛剛幾乎所有人都在關切的問題 都是我們已經連續開了這個幾乎十場的 這工具在討論的問題 然後在台北已經都開到第三場 就是在跟大家談 那後續大家最關心的情詩可能會是什麼 以及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因為說實話情詩是什麼 要做些什麼 這議題真的蠻複雜的 然後也需要跟大家做蠻多的溝通的討論 以及看一些媒體的試圖等等之類 那這個就會花比較長時間 所以我本來沒有想要在哲午這個場子 討論這個議題這樣 可是因為大家有提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要很快的 簡短的要跟他回應一下 就是現在到底這個公投跟視線的效果 到底是什麼 以及後續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那我等一下一定會講 但是先讓我把我的圖 我們先講完這樣 因為我今天本來是想要 藉著我的開場 然後因為我的問題超多的 我的真意點 至少已經點出六個真意點 然後這都是我想要問蘇老師的 這樣 每天把蘇老師騙來 就是因為我有太多問題想問 然後我也知道有公投 就是那個島國的夥伴 那這也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還記得2012年 我們在這邊談多元成加三法 而當時其實整個大家 因為多元成加三法 讓我們發現整個社群 開始關注民法 到底怎麼定這樣子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法律 討論民法 然後一直到視線大家就開始討論 到底憲法是什麼 然後現在公投了 我就發現大家就開始一頭的討論 到底公投是什麼 那我覺得蠻好 自己也覺得很 怎麼講 走上這條路 雖然內心百感交集 覺得說天啊 這是一條不歸路 但是這十年 確實我們透過做運動 然後開始跟台灣的民主體系 發生了很深刻的關係 那我就試著想要用這樣一個 簡單的時間軸 然後來去談就是至少從統治的角度 以及我們這一次對抗反共投的經驗 我們到底看到了這個所謂的 我們當然支持直接民權 我們當然支持就是公投法 不能吃鳥籠公投 但是在我們做 應該說 但是當我們跟他互動的經驗發生之後 到底接下來這個僵局要怎麼解決 一直也是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所有的關係 不論是統治議題或是我們的民主深化 人權議題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會非常關注的 因為確實這個公投法下修之後 第一刀開下去的人就是統治 其實就是統治變成那個代載羔羊 不是代載羔羊 你載完的羔羊 大家就是直接被載割 這個人權直接被載割 而且這個現場是如此的殘酷 那我相信尤其街頭夥伴這麼多 一定可以了解就是 那個對於同事的傷害性質 是非常大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想我們 當初我們多麼不願意走到公投這一步 但是既然都結束了 那我想我們還是得花一點時間回去看 那這整個過程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想我們必須要靜下心來 檢討一個環節的可能性的錯誤 然後我們當然不希望下一個人權的議題 再被公投發出的載割 我想沒有人願意 對 那誰知道下一個被載割的對象是誰 這樣 好 所以就讓我容我回到 就是整個今年盤整一下 我簡單盤整一下 今年公投對我來說 從第一線的工作者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我真的很抱歉就是這個牆面在這裡 那我知道有些人的角度 我這樣子完全看不見 所以我會盡量用說的好嗎 我盡量讓大家明白 現在這個上面有軸線 就從三月到十二月 每一個月都有發生對我來說 不可思議的公投的現象 那從三月中開始 如果大家還記得 當時就是有開了聽證會 就是粉紅公投提出了他們當時的題目 是還沒有補證後的題目 也就是大家當時的題目 題目就是直接問婚姻應該限定在裡面 就是這樣的題目 就直接出現在當時的聽證會上 而當時三月的時候 我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爭議 我沒有寫在上面 因為我本來想說明燕會說 就是我們是不是厲害關係人 就是統治完全被排除在這個聽證會之外 因為終於會告訴我們 我們不是法律上的關係人 所以我們沒辦法進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這是第一個很大的爭議 當時大家就開始在討論 今天在討論的問題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有沒有違憲的可能性 是不是違反了14748號集市 人權可以拿來公投嗎 這個時候是在三月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了這些的問題 而這些的問題 我想當時有非常多的人 應該說法律人都告訴我們說 這是公投法下修一個重要的機制 就是以後這個中選會沒有這個審查的功能 不做實質審查 但是我們的疑惑是不做實質審查 那假設一個公投提案出來 它根本就是危險的時候 那到底那個機制會是什麼 我想今天也是最重要我們想要去釐清 然後也想要去理解就是說 那中選會在這裡是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這個提案之所以通過其實跟中選會有很大的關係 好 這是是否違憲 然後在第二個爭議我就也寫在這裡 就是中選會在這個時間點 當然在後面這個時間點就通過了另外一個 由苗洛亞領銜的這個評選公投 而如果我們仔細看公投題目 就會發現第十案跟十二案的題目 其實跟第十四案的題目基本上就是完全相違背 不是相違背 就是完全是對立的兩個公投 可是中選會卻依然以這個 他沒有做實質審查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就也讓十四案也通過了 所以最終我們拿到的選票就會變成是 關於婚姻平權的公投 總共就有三個選票 結果我們連外國人問我們 當底你們的公投在投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樣 那人拿數數完之後 他們就說這樣很亂 就是人家不是yes campaign就no campaign 然後我們又是yes將no campaign就算了 然後還有yes yes yes no 然後兩到三塊 誰知道你們在投什麼啊 我們連要把題目跟人家說清楚都非常困難 對所以這是一個我自己覺得中選會怎麼可能 對我都有不可思議 在同一個時間放任了兩個 如果投出去之後如果兩個都成案的話 那我們到底要跟立法院說什麼 人民到底想要跟立法院說什麼這樣子 對這是我覺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對第一個我提到的真例就是中選會 在這個過程中的兩色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在四月的時候我們就看到 這個公投的補證的主文就出來了 而且是通過的 那四月十七號的時候補證的主文 就是大家在投票單上看到 就是把婚姻前面加上名法 就是這個主文 就是大家手上的主文還記得 都是民法婚姻要獻定男一男一女 對那針對這個主文呢 我在這邊就特別提了一個 我認為到現在都無法解決的爭議 因為當時中選會讓這個提案補證之後 中選會的說法就是 我還今天印了一個他們今天的新聞出來 你們知道嗎 就是中選會在五月二十三號 就是這個中選會在五月二十三號 當時有一個公文就是提給這個領嫌人 他說本公投案即便通過 立法機關人有義務制定法律 保障同性別二人結婚的權利 且另行制定特別法的法律 以不得違背就是要保障同性別二人婚姻自由 以及平等保護的意志 這是中選會給提案裏前人的公文 然後呢這一個公文被曾謝寧提告 曾謝寧提告他說公文上面使用婚姻這個詞 跟他所提的這個公投理由書的用語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知道他的公投理由書用語是什麼嗎 他的公投理由書寫得很明白 就是說婚姻自由不用以婚姻之名來保護 所以同性結合法同性伴侶法都符合 是這七四八號的意志 所以其實大家有說這個公投投完了這個 是不是愛家蒙的說法就變了 沒有他們從頭到尾就是這個說法 沒有改變過 他們從四月普正的理由書就是這麼說 就是說如果這個公投通過的話 他的理由書就是這個婚姻不需要 婚姻自由不以婚姻為名的 所以他就說這不是婚姻 投過了之後就不是婚姻 但是中選會顯然跟領先人有非常大的差異 對於四字七四八號的解釋有非常大的差異 這樣我不會講太快 這樣如果有在這個脈絡裡面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公投主文裡面領先人認為 如果這個提案通過 提通過並且投過的話 那麼同性別二人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結婚的 而且你要另一例生活辦理法 這是領先人的說法 但是行政機關也就是中選會 因為基本上認為這個公投他避開了 所謂我們前面說的這個 是否違憲的爭議 因為陳以前主委就說這個沒有違憲 沒有違反四字七四八 因為這個公投只是限定立法刑事而已 也就是說這個公投如果通過的話 同性別二人他寫得很清楚 同性別二人還是要可以有結婚的權利 那麼這個公投限制的是什麼呢 就是不能依民法而已 就是民法必須要限定在一男一女 那至於又要保障同性別二人結婚的權利 那要有可做到呢 就是不能修民法 那就是定可能的形式就是定專法的婚姻 而且是婚姻 因為是結婚的權利啊 這個是行政機關對於這個公投主文的一個解釋 當然我們在這裡就會留一個問號 之前不是說中選會沒有做實施審查嗎 那中選會又說這個提案沒有違憲 那這裡有沒有做實施審查 我還是聽不懂 對我來說我常常覺得我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既然沒有做實施審查 要怎麼樣中選會要如何說這個提案其實是沒有違憲 Anyway 這我們就不管 但是總之這個很大的爭議就在他通過之後 爭議就更大了 因為現在等於是領先人夾帶著這個700萬的支持 聲稱這個700萬人都是認為同志是不能結婚的 就是要是同性辦理或是同性生活結合的 但是我想我們的行政機關至少我們現在看到 目前還沒有決定還沒有定案 所以大家有在問說接下來是什麼 我想我就在這邊就直接說就是 現在的行政院並沒有決定接下來的立法 應該是要名稱上是不是要採婚姻 還是應該要採的是生活結合或伴侶 對我們來說當然不可思議 因為事實748號保障的是婚姻自由 但是我們的行政院確實在這個時間點 都已經在上一次的記者會上 發言人是很清楚的說 目前行政院在跟黨團在討論的主要的爭執就是 這個未來的修法名稱可不可以叫婚姻 對 所以現在的焦著點 確實就是因為這個公投的主對我來說 是這個公投主文的兩方人馬 對於他的這個意見不一致 然後跟他的認知不一致 所以他就會一直延續 從宣傳開始延續 大家看到那個粉紅色的布條 上面是用明法婚姻嗎 不是啊 我知道很多那個街頭夥伴拆了很多布條 那個布條上面就是用婚姻 就是上面就是寫婚姻要一男一女嘛 所以他根本沒有用明法兩個字啊 也就是他用的是補真前的主文 而不是用補真後的主文在宣傳 包括他的宣傳不實的爭執 就是當一個公投的領銜人 對於他的公投主文 以及他的宣傳內容是不實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做比較好 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這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因為這個就產生了 如果大家後續有追就是那個公報的爭議 就是後來行政院要出一個公報 那這個公報其實就是剛唸的這個文字的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的文字 那這個公報爭議就被反同方提起這個叫什麼 停止執行嘛 後來還是被認為就是應該要停止執行 就是公報要停止執行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手上都收到公報了 對 可是這個其實是被判定要停止執行 而這個的爭議雖然看起來 應該說這個爭議的焦點 說實在法律戰的焦點 其實是在程序爭議 而不是實質內容的爭議 但是這樣懂得明白 程序的爭議就是指說 埃加盟其實之所以告中選會 是因為他公報的時間點 應該要在選前的30天 28天 所以應該要在11月24以前的28天要公告 這個公報的內容 可是中選會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在大概10月22、23號的時候 公佈了第一版的公報內容 可是他卻在11月2號公佈了第二版的公告內容 所以第二版的公告內容等於沒有28天的公告期 因此就被埃加盟要求就是要停止這個公報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們真正去比較 這兩版的公報內容有沒有差異呢 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多實質的差異 實質內容是幾乎沒有差異的 那11月2號的公報內容只是把 對我來說只是把10月22、23號的那個公報內容 把它提綱切領寫出三個摘要就在那裡 就是他把它摘要很清楚的摘要而已 所以你們大家手上應該說我們手上拿到的公報內容 其實是11月2號公佈的那個公報內容 而那個公報內容就很清楚就是剛剛說的就是 這個公投不論怎麼投都應該要保障 胡適平二人的婚姻自由這樣子 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這一連串我畫在上面 就是從前面這個公投主文的通過 然後讓那個理由書 就是對我來說是胡扯的一個理由書 怎麼可以寫說婚姻自由不需要以婚姻之民作為保護 這種理由書也讓他通過 通過了之後就引發了他被告 因為這些人當然會認為說 那我的理由書跟你的認知是不同的 但是你都通過了我的理由書 你為什麼還要去說這個公投是怎麼投 我同事都可以結婚 所以就一路到這裡 那下面這邊對我來說是程序上面的爭議 包括在他們開始連署的時候 就開始有各式各樣 我相信當時有跟的人應該 或是你有拿到連署書的人 其實都有相關的東西 包括其實後來有死亡連署 大量的死亡連署 然後包括有當地樣是超寫的連署 那這裡雖然是寫大量超寫 但是據我們知道 或是來跟我們通報的人 大概都說不只是超寫啊 這個是帶簽名 還不只帶簽名 就是直接拿著人家的病例資料 然後直接簽名 這種事情其實不只一件 我認為應該說跟我們講的人 就不只一個 當然他不是簽都是簽病例 他可能簽其他的 他手上有個資就簽名 大量的簽名 第三種是利用全市的連署 是比較多人情深經歷的 像長官就是直接發下去說 全大公司都要連署 對 或者是直接交辦小主管連署 變成工作的一部分 像這個整理其實就 當時我們也做了蠻多的 可能是網路上面的教學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讓他們的那個連署 因為這個非法的狀況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 那麼多的非法連署狀況 其實會讓整個公投程序 變得非常的不公平嗎 或是最後那個結果 會讓大家無法信服 因為整個從連署開始 就是採用大量的非法手段 然後第三個 我們看到的是 爭議其實是資金的部分 就是公投資金 對我來說是分成兩個爭議點 益克斯公投法當然沒有規定 就是資金上限 但是顯然這個 我們從2015年當時 其實也有跟 港國前進的朋友在說 就是當一個公投 並沒有做任何的資金上限的控管的時候 就很容易產生今天這個情形嘛 人家是用9億元在公投 那我們是用多少錢 在打這個宣傳站 而這個過程 我相信大家都體會很深 就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當被 當十多人跟你說的時候 那件事情就會變成正確的事情 所以其實艾加農的宣傳手法 大肆就是用大肆大量的洗腦的方式在宣傳 而當錢夠多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不管資訊正確不正確 反正就是一直洗 你就每天收到同樣的消息 如果又不去查證的話 其實一個訊息 從不同的人來散佈你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是那麼一回事 那不用說如果像我爸他的手機 大概就是每天都收到艾加農的消息 他每一個群組每天都有收到消息 這種情況 他當然會覺得那是真的啊 所以如果是完全不控管金錢 那麼我覺得這個公投就沒有 確實沒有辦法產生 對我來說沒有辦法產生公信力 因為宣傳不對等 其實是沒有辦法讓人民做決定的嘛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正確的資訊來做決定 第二個是我覺得 另外一個資金的控管的問題 我覺得跟這個整個公投法的那個規定 我就說可能是跑得太倉促有關係 比方說我們認為公投的資金控管 是不是我們會認為它應該是政治獻金 所以它是不是應該要公佈 對吧 那是一個選舉行為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 就我們來說好了 我們有成立反對一間辦公室 那我們成立的反對一間辦公室 什麼時候才可以成立呢 他在10月16號公報成案之後 10月17號我們才可以送件 成立反對一間辦公室 等到成立下來的時候是22號 我怎麼可能10月22號成立反對一間辦公室 我才開始募資 然後才開始打公投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我一定在前期就開始打公投戰吧 那我的錢從哪裡來 這樣你們懂我意思嗎 那我的錢有沒有辦法被國家 或者是說所有用政治現金的方式被控管 當然不可能 所以當我們不斷的要求 艾加盟應該要提出 他的資金流向的時候 對他來說其實是根本沒有法律可管 他認為因為法 這我也沒有成立正方一間辦公室啊 我的錢可能也沒有進到那個辦公室裡面 我也不是透過那個辦公室去做募資的 所以整個公投的錢變成是一個優秀 選舉我們都還知道每一個人 他拿到多少政治現金 還可以控管 但是公投顯然就是一個 黑的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對方拿出多少錢來打這個公投戰 所以這是我看到第一宣傳的一個 就是資金的爭議 然後從5月15號開始連署 其實我們就看到他的那個宣傳 整個就是就越來越火熱 熱到大概就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提的是另外一口 我相信大家比較多關心的爭議 就是那個反對意見面蒙使 就是有假反方出現 對 那這個假反方出現是這樣 其實很誇張 我們10月16號的時候是公告成案 17號的時候才可以開始送 反對意見辦公室 然後當時17號送反對意見辦公室 然後如果要打辯論的話 當時中選會公告就是一個禮拜 10月23號以前要報名截職喔 所以意思是說我17號才可以送件 那中選會就必須要在22號以前 一定要告訴我能成立還是不能成立 這樣只有幾天 22扣17 只有5天 還要扣6日 所以只有3天 中選會就要告訴我能不能成案 然後我才有辦法趕得上23號 去報名那個臉書冤魂 所以整個程序其實走得非常的快 而且說真的我覺得很不公平啊 因為我17號送件的時候 我理論上我要送出什麼東西呢 每一個案子我都要送出大概是900 至少要950人的左右的有效聯署 所以我送了三個案子 那我就是反正我們以一個案子算好了 一個案子就是要900多份有效聯署 那如果我們希望那個案子 如果聯署得最好 費數夠多的話大概就是要1500分 所以16號他公告成案 意思就是說我都還沒有 我沒辦法等到他公告成案耶 我還不確定他會不會成案 我就要先成立反對一間辦公室的前置作業 我就趕快去收聯署 不然等到他成案之後我就收不了聯署 因為我怎麼可能可以在一天之內收到900多份連鎖 還要造冊 就是如果有做過造冊 你就知道怎麼可能我還要造冊 然後上完車之後 跑完所有的資料然後送進中選會 非常誇張 因為要這樣的話我要趕22號成立 23號報電視辯論會 那為什麼要成立 就是因為電視辯論會的那個規則 基本上是這樣子就是說如果是像是我們這種 法律賦許案的電視辯論的話 那不用說正方其實就是提公投的人 那誰是這個意見的反方呢 基本上依法律規定就是行政院或立法院 是反方 那如果有人成立反對意見辦公室 那麼反對意見辦公室就可以擔任反方 並不是說一定可以擔任反方是可以擔任反方 然後電視辯論會的無償裡面 至少要有其次是給反對意見辦公室 這樣叫我講 所以並不是說無償裡面 無償都一定是反對意見辦公室 不是 是說裡面至少要有一償是給反對意見辦公室 所以依照中選會內部的規則 就是無償裡面兩償行政院兩償立法院 一償反對意見辦公室 後來是因為行政院不派人 立法院不派人 才把無償釋出給反對意見辦公室 是這樣子 那如果成立了一家以上的反對意見辦公室怎麼辦呢 理論上它就是你們要互相協調 那如果協調不成就抽籤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規則 那我們就在想那總是要協調吧 就是說我們當然後來我們拿的連署數確實可以超出 成立三家反對意見辦公室 但我們還是只成立一家 我們想說那如果再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協調人參加電視聯論 結果就沒想到我們在29號Dunk的時候 因為報名截止之後 後來是延到29號 就是說因為那個以和養率比較跑得慢一點 所以後來公投就往後延點 後來就在29號的時候 我們就接到了中全會的電話 其實晚上7點跟我們說30號你們要來抽籤 抽反對意見辦公室的籤 然後就是反對意見辦公室要抽籤 然後要來決定那個電視辯論會的代表這樣 對我來說就是那你不是應該要先協調嗎 但是要協調我總要知道對方是誰啊 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對方是誰啊 所以就還好是在電視裡 就在電話裡面就是 那我許律師我借了電話 然後所以許律師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問對方說 你可不可以至少告訴我 對方的反對意見辦公室的領銜人叫什麼名字 你至少告訴我他的名字啊 後來對方就是中全會才把名字一個字一個字 念容停 然後我們再去用肉搜 搜這個領銜人的名字 一整個晚上我們就在肉搜這個領銜人 是誰 周到晚上12點被我們發現他是領銜堂的人 是這樣 然後隔天要抽籤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我們晚上12點才知道說天啊 就是最對方的反對意見辦公室 居然就是領銜銜的人啊 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的正方 明明你是抱持正方意見的人 確實成立了反對意見辦公室 而且還要來跟我們抽籤 然後你要當電視辯論會的反方 所以以後就是領銜堂 對領銜堂 在電視上面就要這樣子打嗎 所以我們隔天其實是緊急 就是中午12點的時候 我們就趕緊緊急再抽籤錢 做了一個記者會 而當時我們的肉搜資料裡面 原本都只有搜到這些人的親友 是領 他本身是領銜堂 但是沒有辦法那麼確切的知道 他一定反同嘛 我們總不能說你是領銜堂 你就反同嘛 這樣不對啊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後來我們好不容易搜到了一個資料 是這兩個人其實都曾經捐獻 政治獻金給信心希望聯盟 於是我們就非常確定 他們就是反對意見的人 對 所以因此我們才敢大膽的召開記者會 然後就說這是假反方 不然我們其實連說他是假反方 本來都抓不到資料的 而且要在晚上7點接到電話 隔天中午就要確定他是假反方 他非常確定的假反方 這樣我們才敢喊 所以我們後來就確定他有去 有真正經我們才說他是假反方這樣子 對 然後當天後來 我相信後來大家就知道 那個輿論就很大 後來他們就放棄了 他們本來抽了第一次籤 然後他們抽到了全部的籤 我們通通都沒有抽到 所以第五場就全部都是他們 然後後來行政院跟立法院放棄 然後放棄之後他們不提人 所以就都我們 然後最後他們又放棄了他們抽掉的籤 所以就全部都歸 真就是後來才歸給我們 打電視電論 所以這邊對我來說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中選會都說這是程序 他們也是依照程序來成立的辦公室 然後名測也都對 那中選會認為這個程序他沒辦法檢視對方 是他的真實意見是什麼 所以他就說我沒辦法做這個檢查 所以只能放任他 所以抽籤的時候我們非常火大 然後就跟他說他假反方 但是中選會那個處長就是一直都說 這個他們也是合法成立的 所以他們可以抽籤 所以對我來說是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程序上面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不能檢查人家的思想 那怎麼做才有可能避免未來這種假反方的出現呢 這是一個問題這樣子 最後一個爭議我相信就是大家比較比較觀察到很熱 就是關於公投當天的各式各樣非法的事情 包括在30公尺內不用拿30公尺內30公尺外 都可以看到愛家的小卡 然後在公投的選票缺選處也有愛家的小卡 然後連這個在公投就是投票處的現場的選舉單 就是那個宣傳單上面就是還會有愛家蒙自己做的宣傳單 告訴大家說七案子投什麼八案投什麼九案投什麼 不是告訴你怎麼缺的 是告訴你那個意義是什麼 但是那個意義就是下輔盟對公團的定義 我們不會同意那個定義 但他們就是用那個定義 然後就直接貼在選舉的投票處 然後當作是正式的而且是中立的宣傳 但是我們都照樣不是中立的宣傳 然後選目不公的事情也非常多嘛 就包括沒有提供票 根本沒有提供公投票給人家 或者是我們有聽到聽過就是有那種已經蓋好選票 直接蓋好的票直接給老人家 讓老人家丟進去 這種事情也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開票的亂象就更多 就是公投票的開發每一家都不一樣 沒有就是每一家都不一樣 他們都沒有照著中選會給的標準在開票 所以監票也幾乎做不到 因為大家都是用數鈔票的方式開票 所以很多人去監票也都看不出來 那個就是那個投開票數的票 到底有沒有真的開出來 就是到底是裡面是不是真的 我們都不知道 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所以到這裡我覺得已經徵票第七個了 就從一開始直到最後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民主的試煉挑戰與崩壞這樣子 就是這個投開票的情況 讓我們非常的驚嚇 就是這個是多少 這是建時期在投票嗎 就是那個投票頭一半會停電的那個年代嗎 我們怎麼會回到那個年代 就是說竟然在投開票的時候 可以出現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情 然後到現在我覺得要去打這個 所謂選舉五項之數有非常困難 因為大家都不能帶手機 所以根本沒有證據 證據非常的難去找這樣子 所以到這裡的真理 我只能先點到這裡 很多我不可能今天解決嘛 對但是希望就是還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對我們來說這一切都會需要更長期的時間 讓我們重新消化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同事人 全被公投這件事情的消化 而是整個公投造成這樣子無比的亂象 我想我們會需要重新思索 然後會重新檢討 如果我們還是相信民主 那麼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做些事 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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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剛剛成立了很多 最後在這個時程上面各種的問題 我們這邊也簡單在歸納一下 從提案到底為不為協 這個主文怎麼解讀 中選會到底是實質審查嗎 還是沒有實質審查 到連署的時候出現了很多死亡的 代簽的連署跟利用權勢的連署 那宣傳的時候 資金在沒有資金上限的狀況下 這兩間權力非常對等的狀況 那得到假反方的辯論 這個辯論程序到底要怎麼樣走 未來要怎麼樣歸密 跟公投本身當天從宣傳 然後到選務到開票的時候 無一不是重重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這一次不是最後一次公投 那或許我們確實都要好好審慎的思考 那未來公投要怎麼樣避免 那單就我們現在經驗的這個平權 跟這個剛剛有提到相關愛家的公投 現在已經公投完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法律的效力究竟是如何呢 那我們今天請到半旅盟的常務監事 陳明諺律師 那半旅盟律師團這邊已經有 有手準備撤銷公投提案的這樣子的訴訟 那待會也請陳律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半旅盟會想要提到這樣子的訴訟 那目前進度已經到哪裡了 那未來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那我們就請陳明諺律師跟我們分享 大家好 我是半旅盟的陳律師 那因為今天要來跟大家報一下 目前的一個撤銷公投的 撤銷公投提案的訴訟 那其實我們昨天也才剛剛開過的第一天 跟各位預告一下 在過完年2月13號或者是20號 會開言之辯論 那也就是說法國人們決定了 這算...其實也算快 可是還不夠快 因為2月很有可能的行政院草案已經出來了 所以大家那天可以一起去關注一下結果 然後其實因為公投結束過後 那... 那個... 今天是法院台正式開那個本案訴訟的題目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我們好像公投後才來提出訴訟 其實不是 然後...所以我這邊要特別承認一下 我們其實提出這個訴訟其實還蠻早的 這是整個公投流程圖嘛 但是我們其實在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 中選委在那個... 舉辦聽證會的時候 從聽證會的內容 我們意識到說 欸 情況可能不妙 那...無論是說提案人... 那時候他們的主文還沒有補證嘛 所以無論是從他們的提案理由的內容 然後有可能違反我們 可能得到了4-7-8號解釋 或是說... 不管是... 所謂的同志教育要... 要... 不能實施 有本就是直接那個... 違反性評法的問題之外 那麼... 因為之後還有中選會就... 呃... 命補證 結果... 欸...還真的讓他通過了 這樣的提案 那... 呃... 我這個可以歡迎... 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下一位... 好,那中選會就只做了這麼一件事就是 嗯?他就跳走了耶 不是,他按到 我沒有按到 沒有,剛剛沒有人按啊 沒有,好,上面下面 這樣子 好,這就是中選會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他其實,他當然不會去審查 所謂的這個這幾個案件有沒有符合 是不是其實把因為他們自己聲稱 他們不做實際審查 但是有一個最基本的審查 他也沒有做就是說 他符不符合公共處罰 他們所謂的法律原則的創制 或者是他是不是什麼重大政策的創制 這些幾乎都沒有法官 然後就這樣放行 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幫他們把這個空頭符 主文呢 做了我紅字上的符證 然後就是把斜線的部分把它當掉 那也就產生了剛剛智傑報告的那個爭議 就是說 以中選會這樣的股證來看 是要希望說這樣子的公投主文 能夠去補合四字七字八 也就是說 即使公投成立以後 仍然可以用 民法 仍然可以用婚姻來接 婚大只是 另一番法 簡單意思這樣講 那就會產生了 中選會跟真信他們的一個關鍵上的落差 以至於他們現在還是主張說 誒要立立專法 而且是什麼 同性生活 關係法 家屬法 這些反正不是有婚姻的這個落差 好 中選會只做這件事 那於是 我要翻譯了 好 那我們在這時候 為什麼決定你行政徵受 主要就是有這三個方面的考量 那剛剛智傑提到說 就是說可能這邊聽證會 有所謂利害關係人 能不能出席 表達意見這個問題 實際上中選會 的確有這個聽證作業要點 裡面的確有提到說 他們必須去邀請 已確知的利害關係人 來出席這個聽證會 是有這個要點 沒有錯 但事實上 我們就是沒有參加 那為什麼呢 其實中選會 他所理解的利害關係人 非常的狹窄 那他是直接用公投法的那個條文去想 因為 我們就以那個威迪來舉例好了 因為他是屬於立法原則的創制嘛 如果這個立法原則創制內的公投通過之後 他早在想的就是 法務部要提出法案嘛 在這個院內提出草案 然後送立法院也是什麼 所以他早在想的 利害關係人就叫法務部 那如果是 統治教育這一案呢 他早在想的 利害關係人就叫被教育部 所以你看到的聽證會 只有法務部 教育部 還有可能艾文力政務這些 那當然其他的可能都在他選擇 那所以他壓根沒想到說 這個提案裡面 有可能被影響到權力的同志朋友們 或者是家長 教師 這些人也都是會是避害關係人 而其實這時候 我們也有爭取 在聽證會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有爭取說 我們要進去發表一些 可惜就是 被中學會的公文把我們擋下來 我們只能送書面意見進去 所以在證訊面上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進去 這個整個審議程序裡面 去發表我們整個意見 那在實體上也就是 對於這三個提案的公投作文 雖然中學會 就照我們剛剛上一頁的那個講法 去這樣的鼓證過 但我們認為這樣的鼓證 其實還是違反四至七十八號 他所說的 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而且就像大家所理解的 這樣子的公投提案 它的方向是在限制而剝奪基本人權 那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說有很多人說 人權不能公投 那個鼓可能要把它精確花一點 因為我們還有十四十五案的 那那個東西其實 那個兩個提案其實是如何落實 四至七十八 所以這麼樣的理由可能不太一樣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所說的 中學會沒有把觀點就是說 它不符合公投法第二條第二項的 使用的事項 其實可以拿來做公民投票法的公投的事項 是列舉 就是只有那四個嘛 立法原則的創制 或者說我現在有個法律案的複決 或者是說我那個 重大政策的創制或複決這些事嘛 那我一個人來想嘛 它第十案剛剛講的是說 婚姻的定義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的民法 那不就是一負一期嗎 那只是說大法官把它釋憲 可能說違憲了嘛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還要再投一次票說 你是否認為民法婚姻規定是一負一期 那這是立法原則的創制嗎 因為我們說的創制就是從無到有 我們本來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要跟立法機關說 我們現在要往這個方向逼個法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一個信有的東西 現在一個違憲狀態的法案 那你還要來投一次票 那是不是不符合第二條第二項 然後像第十二案專法嘛 說真的它就是一個立法的形式 就是說雖然我還是要做一個婚姻 只是用一個民法 這也不符合我剛剛所說的 從一個沒有的東西 你要創作一個新的原則 婚姻現在就有制度啊 我並沒有發明什麼啊 所以第十二案它其實沒有提出一個 所謂什麼新的立法原則啦 我好像都寫了一個 那個第十一案的性負教育嘛 其實它的提案理由是說 它是重大政者負學嘛 可是你要想想喔 那個其實它是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那施行細則是什麼 它是在那個落實所謂性負 整個性負法的一個措施嘛 一個行政上我要怎麼去落實性負法 那這個東西 我就算把施行細則給刪掉 可是行負法還在啊 那我去執行 法律已經交代給我要去執行的東西 你去刪除那個施行細則 這有什麼意義 因為性負法還是要求我要去 去落實一個友善效益的環境嘛 所以我們認為它也是不符合 重大政策的覆決啦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其實這三個提案也都有這個問題 那其實從最後公投的結果 你去訪問一下 他們是不是真的了解他們在投什麼的 這個結果你就知道說 它的內容就像剛剛那個姐姐講的 它是yes no is no 這個邏輯已經是三個轉彎了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投什麼東西 對 所以整個公投的主文裡面 裡面就已經有這麼多值得商榷 然後我們覺得是根本 不可以拿來公投的一個事項 那加上 在這邊來講 根本就是資源不對的嘛 這個大家其實也可以想像說 我們根本不可能真的跟他們玩 直接這場遊戲 那因為坦白講 這時候因為資源不對等的情況下 真的去進行公投 那以這樣的宣傳方式 以及人數上不對等 我們不太肯真的去 迎合那個多數的票數 那我們所以在這時候提出行政增數 增送的原因就是 希望在這時候就有下一個伏筆 希望也可以有辦法的機會啦 那我們就下一頁 好 那我們整個過程 其實就是正如我所說 就是在公投 第一次的聽證會過後 實證會做了一個 中學會做了一個505次的決議 那個決議內容就是說 這三個主文啊 他經過五證之後 符合公投法規定 他這麼認為 所以可以交付下一個階段的 就是二屆連署的階段 那 我們就針對這個505次號的決議 具體的一個宿願 那小南河中學會是 給我們一個不送禮 那不送禮也明明等一下 我再補述 那蘇院被國壞以後呢 我們另外就提了一個行政訴訟 去撤銷這個505次的決議 那另外 為了避免就是說 這個訴訟終結的時候 因為公投已經結束了 那來不及去阻止 所以我們另外有提了一個停止執行 但是這個部分 大概提了沒多久之後 就被駁回了 另外再講就是說 由信義跟信義也在這個階段 申請訴訟參加 當了一個獨立參加人 那我們現在已經公投結束了 那 所以說 因為中間又出現一個二屆連署 那也打過 他們也都打到那個人數 去另外做一個 那中學會也根據這個連署人數 去另外做一個公告 那 所以說這個這樣子 其實有些變化之後 我們另外 就這個連署公告 也做一個追加 那原本是要經過訴訟 那訴訟這個階段 因為這個中學會的打扁理由是說 因為這個整個流程 他們已經做過聽證了 那 行政程序法這邊規定是說 你有做過聽證的這個 行政處分的話 是可以不用 不用訴願 可以直接提行政訴訟的 那所以我們就在 就在公投結束後的第一次開庭 其實不是我們這時候才要追加 是因為它定在公投結束之後 追加聲明 那去撤銷 連這個公告 我們也一定把它撤銷掉 那這裡就是我們整理出來說 整個實體訴訟上的大致上的爭點 其實 第一次開庭法官給我們是五個爭點 那我是把公權力有無受侵害 跟無受侵害的公權力 我整合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訴願會被不受禮的原因 是因為說 整理結論 中選會是覺得 它不算是行政處分 那原因它就是覺得 第一個它不發生法律效果 那它只是一個程序上的一個處置 那這個處置 只是讓它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連署 那我簡單講一下 行政處分就是說 行政機關它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可能會有一些法律效果 這樣 所以 在這個定義來講 我會覺得很奇怪 明明就是做這個審議 但這個人可以去徵求連署數 而且也只有這個人去徵求連署數 那明明就是一個很特定的法律效果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把這個審議的結論 當成一個行政處分 去打一個撤銷訴訟 那再來就是說 中選會的訴訟代理人 也一直爭執說 我們對於這個案子 其實是沒有法律上厲害關係的 那也就是一般的 他們不管是在那個聽證會 還是 對 就聽證會那邊 一再的訴訟他們邏輯就是說 這整部公民投票法 只要我們都還可以投票 我們就不是 我們就不算有厲害關係 那原因是因為它 它引了一個那個 有一個維公投的那個案子 就是那意思的意見在於說 它在於說公民投票 它只要讓你可以去投票 然後去呈現所謂的多數民意 所以這樣子的脈絡的上來講 它認為你的權益沒有被侵害嘛 你只要去投票就可以了 然後那在昨天那個參加的也是講說 在47-48號 它認為不是本件受侵害主案的公權益 原因是因為它認為兩年還沒到 但是當然我們不會這樣補妝啦 因為很大的原因就是說 你其實公投法來講 它不是保障你可以去投票而已 而且你連這個提案本身要合法嘛 我們本身的 因為每一個公投的提案其實 它本來就會影響到 或多或多某些人的權利 而你要在影響這些權利之前 你是不是要 本身的那個法律程序要合法 你要合乎公投法規定嘛 那再加上就是說我們所說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說 47-48一定給我們一個原則 就是說婚姻自由平等保護嘛 那而且就是說少數人的權利 其實我們從公投法 第一條第二下好理可以看到 在原住民族的那個權利裡面 它是被名業為不可以被公投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到現在 對於公投法的修法倡議 其實這條精神就是一樣的 就是說對於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我們可能可以用這樣子的多數據 去給它限制去剝奪 那追加聲明這個就比較技術性一點 現在那個大家比較有疑慮就是說 我們現在公投都已經舉辦完了 那我們還要撤銷什麼東西啊 所以他們也一直在爭執啊 我們現在公投結束了啊 請你們承認罰這個票數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其實公投結束的效果是什麼 他不是馬上就說 馬上你們就不可以用你吧 沒有 他的效果就是說 這邊三十條 行政院其實是在公投結束後 三個月 也就是他們現在正在煩惱的事情 三個月內提一個對案 那個草案 這個草案提出來之後 立法院正在下個月之前去審議嘛 所以說我們只要在這個階段內 去把剛剛的審議結論跟別屬結果 把它撤銷掉的話 去這樣有效的就可以讓行政院 不受這樣子的公投結果去被他拘束 而即使他想要提一個明法修正案也可以 因為這樣的結果是撤銷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他在還沒有撤銷之前 這樣的審議結論還有連署 他都還有對於行政機關 他還是有實質上的一個規制力 那所以我們還認為 把它撤銷是有這個必要 而且 而且在這個階段上 正是要在這個階段上 把它撤銷的時候 才有可能在這時候 把我們把它賠付掉 所以這是我們最近的那個 工房的重點 大概都正在這次的 好那我們預測一下 不同的訴訟結果 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當然因為體制執行已經被撥毀了 所以說我們根本來不及 在公投的舉行前 取得一個判決 那我們只能看說 在立法完成前或後的結果來看 如果我們可以順利的 在草案到還沒有提出來之前 但這個有點不太可能 是因為說把官法 SB論定在2月 而我們預估那時候 應該行政院的草案 應該已經出來了 但是還要再送立法院 所以可能 不知道能不能有辦法 在立法院完成審議之前 達到一個勝訴判決 那如果那個時候來得及的話 其實 就不要代表說這整個公投 是有整個違憲的爭議的話 那立法其實應該是要把它停止的 那顯然不太可能再有新的版本送進來 在5月24號之前 完成新的法案進來 那就是說在5月24號 我們希望這樣的效果可以 直接去試用密法 依據那個4-7-8 比較調詭的狀況 就是說 假設立法完成後裁判 這中間會有一個曲折 就是說 因為立法已經完成了 所以就算要撤銷可能 因為那個法案通過 它就是 依照一個完整的立法程序 的一個法律 所以就算公投結果 撤銷那法律還在啊 所以有可能這時候的訴訟 會變成公投無效 那為什麼我打個問號 是因為公民公投無效之數 它有一些很嚴格的要件 那我們這邊可能 不太符合那個法定的要件 所以能不能這樣變 我是有疑問的啦 那假設真的可以把我們的訴之生命 變成一個本次的公投無效的話 那解決 因為法案還是已經完成了嘛 那解決的方法 如果時間上趕得及這十天的話 可能請請負益 那如果說這個來不及的話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效果 就是說立法院它 不受兩年內不得變更的限制 那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依據這個公投結果 去立的這個法案 那在公投法規定是 我兩年內不可以做 跟這個公投結果 原則抵觸的修正 但是如果說 我們雖然法案完成之後 拿到這個勝出判決的話 那立法院可以不受這個兩年的限制 也就是說 我們還是可以創建 明法版本 只要他們願意的話 好 另外一個方式應該就是立體視線啦 那為什麼我打個問號 就是說我們也是要看說 這個法案的內容 如果當然它很明顯的去抵觸 四字七字八 比如說它真的給我通過了一個 沒有婚姻的 然後內容也欠缺不全的 那也許就是另外一種視線的管道 或者說會去適用之後的 憲法術動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最不樂見的結果 如果是敗訴的話 那大家很直覺的就會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上述 上述 或者說視線 那其實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考量就是說 你提的上述一定有期間嘛 不可能那麼快嘛 那那個時間其實 看起來心法應該是已經出現了 所以說這部分我們還會做一個衡量就是說 我們要就這個訴訟繼續去做尊頌 還是我們直接看心法的內容 如果心法內容它雖然是專法 但是還是個完整的婚姻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以後把它明法化做努力 就不在這邊 那或者是說提出來的專法雖然是婚姻 但是內容還是欠缺不全 或甚至不是婚姻 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考慮就直接做 直接就那個法案的內容做處理 也就是說可能回到這邊來 那當然我們提了這麼多訴訟的原因 不只是這個權利的本身 在這個過程中 公投法裡面應該說這個方向 比如說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說這些少數人的權利 適不適合拿來做公投的事項 以及所謂的利害關係呢 到底什麼認定 那當然還有一些比較細節 比如說中選會在各階段的處置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徵送的一個標的 那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選議的結論 其實在公投法規定裡面 如果是駁回 他是可以提行政訴訟的 但是成立呢 其實他就沒有說 那變成說 我們現在一直要跟他徵送 這個是行政處分 然後我們是利害關係的人 可以對他提出徵送這樣 那目前訴訟的分析 我大概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陳律師喔 陳律師 我自己感覺陳律師 你把這邊當作那個法律研討會的 就去認真極了 我感受到陳律師其實很努力 不過因為 可能有一點大 那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是律師 所以我大概知道 可能現場人對主觀公權利 保護規範理論 數字聲明 追加什麼追加聲明 可能大家還是 會有一點點的冷看 所以 剛剛看到有些那個警鐘有沒有 但是沒有關係 我發現剛剛講到效果的時候 每個人都又醒來了 或許大家 慢慢的去了解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還有一位蘇老師 蘇晏老師 剛剛提到這麼多的 到底有沒有違憲的疑慮呢 那這個人權公投現在效果到底是什麼 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憲證的相關的問題 那老師怎麼樣看待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在效力的部分 可能也剛剛提到 欸還有未經事 那現在我們怎麼看待 可以有哪些路種 那我們其實請 中研院法力學研究所的 副研隊員蘇晏圖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都很高興來參加折五的活動 那我知道大家對於公投法 還有這次的公投制度的運作 有很多的問題 我想要把這些問題就是 我們就留下來給他QA的時候 如果我們就可以比較 就是可以比較具體的討論 那因為我可以了解 我覺得說這是那個 剛才智傑談的 我覺得他那個切身的那個感受經驗 那其實是我們以後要 要繼續要改革這個制度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很高興今天來到 聽兩位的分享 我想要講很簡單的就是三個事情 就是我做一個憲法的學者 然後躲在象牙塔裡面 我怎麼看這個事情 然後我可以給大家一些什麼樣的想 有幾個觀點 也許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我想說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們可能要就是說 採取一個比較長遠的觀點 perspective 就是那個觀察的這樣 我們會看這個整個事情 這不是只有在台灣發生 然後其實在北部 在很多其他歐洲 亞洲 很多新加坡 香港 很多其他國家都在發生 我們會把它稱為文化戰爭 culture war 也許對同志朋友來說 這個是我們追求自由之路 這個是一個 movement 我們是要爭取自由 爭取正義的一個運動 但是對反對的人來說 他覺得我們挑戰了他們的傳統價值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在發起 他們是整個 我們在進行的是一場文化戰爭 然後這趟戰爭是 那個時間的那個刻度 是generation 是世代 他不會停留在 11月24號投票完 戰爭輸了沒有 他只是其中的一場戰役 就像那個戰爭 不會停留在四至七十八 通過那一天 他們那一天 你們大家看那個新聞報導 有沒有看到就是 這個反同的人 就是在司法院前面就是 他們也是集結了一群人 對不對 然後說這個混音加停掉 全民公投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他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們如果從長遠 可能要採取一個比較長遠的角度 所以這個整個爭議不會在11月24號結束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有修法的問題 修法完也不會是好像這個 以後問題都解決 沒有 會繼續再爭執下去 會 但是 所以大家要有長期抗戰的精力準備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上肢 因為我們如果看其他的國家的經驗 大家會知道說時間是站在這個同志這一邊 因為越來越各位在座可能絕大多數都比我年輕 年輕人可以認同可以支持這個婚姻平權的人的想法 所以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 只是我們也要有心理準 比如說你不會說好像這個取得了一個有力的 對這個婚姻平權的好的這個大觀解釋 好像問題就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 沒有 就是他會需要就是不斷 還是需要不斷的這個努力的爭取 這個所有的權力 雖然我們都會說 雖然說都會覺得說權力是這個應該是理所當然的 理論上 理想上應該怎麼樣 我們就應該要有這個權力 但是現實上很多權力基本上都還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很多人一起努力才能夠爭取它 所以有很多的 也許從美國的這個民權運動 他們如果從這個種族隔離 到這個能夠種族要追求平等 從美國很多還有其他國家 他們的這個LGBT的運動 那怎麼樣去怎麼 我覺得可能 就是大家要可能也許可以從那些其他人的經驗 我們也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但是就是要一方面要保持信心 然後另外也要有心理準備 這是一個長期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抗戰 第二個我想要講的 我快講了 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幫助大家理解說 我們現在的出境到底是什麼 那我想要建議大家一個可能的一個思考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來想兩個 那個中文不太好 我講 counterfactuals 就是說如果假如世界不是像現在這樣的話會 那會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再把現實放回來以後讓我們知道說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我們得到或我們失去的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假設 假設如果萬一我們今天都沒有大婚七十八號解釋 這個世界會長怎麼樣 想一想 如果一年半前大婚沒有做這個事情 或者說他還是繼續放 或者他甚至不受理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在立法院有草案 要推動多元成績 要推動婚姻品權 但已經遭受到一些準例 甚至包括說即便是民進黨的內部 他們其實也會有不同意見 然後 所以其實不明朗 但是我們有看到說 其實 台灣的社會整個 其實還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對這個 婚姻品權這個事情有這麼大的一個關注 甚至還有 學術單位的這個民意調查是 認為多數的請求是 基本上可以接受 假設沒有其實 所以七十八他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婚姻 他一方面他做其實兩件事 第一個他承認婚姻品權 是一個憲法保護的 即便說憲法沒有明文規定 不是列舉在憲法的權利 但是他受到憲法的保護 確立了這個重要的價值 然後這是很關鍵很重要 就說這是一個 一個婚姻 就是在台灣的人權運動上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但他政治上的效應是說 所以我也把這個事情確立 我等於說把婚姻品權 那整個後來後續的立法 我開始有一個時間表 你如果沒有七十八的話 其實他可能現在那個法案還是躺在立法院 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政治動力去做 我講就是說我講話可能那個比較不客氣 就是說確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少數 然後其實我們也選票 大家也許常常會講說 我們這個要求蔡英文要兌現他的這個選舉的承諾 但是他選舉做了太多承諾了 你確定說你真的是他的priority嗎 不是 但是大法官做了一件事 但是他就是讓 因為他設定了一個時間表要求兩年要完全修法 不然會怎麼樣 他有一個系列的這個東西 他進入了政治議程 而且就是讓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時間到兩年時間到修法大概會是怎麼樣 如果沒有修會怎麼樣 所以有很清楚的政治議程 有很清楚的那個時間表 第二個 counterfactual 第二個假設說 萬一沒有公投呢 萬一我們的公投還是鳥頭的公投 沒有這些爭議 我們剛才提到說 反對的人保守這個我們叫social conservative 就是社會保守人士 他們當然就先 因為公投法今年初一月的時候才修正公布 沒有這個工具的 他當然這個工具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他們也很會用 他們用的很靈離盡致 然後還會是有鑽很多的 我們剛才其實自己也講到很多 沒有了這個工具他們會怎麼辦 他們當然第一個他們會 他們其實已經那個時候 我意思說要想像就是說 當初大官說七十八做出來以後 他們說這個 但是要修民法或是修專法 他覺得有立法機關還有立法院 就是立法院還有這個形成的一個空間 你就可以想說他們會想辦法全力的在做這個代議 他們會在那個遊說 像立法院遊說施壓要求 立法院要提出要通過的 會是一個對同志社群比較不友善的法律 所以他們還是會做 有了這個 有了公投 等於是說給他們一個很大的那個麥克風 那個擴音器 他可以 因為公投最後完了的結果 他還不是一個法律耶 他叫做立法原則的創制 他只是立法原則 他的效力是說 我又要求說行政 他又再一次加 他又設定了一個更明確的時間表 就是說你行政院要在三個月內要提出一個法案 然後立法院就在下個會期完成 所以他又有一個家屬 所以其實時間民主 對台灣的一個最大的衝擊 就是說你在代議民主的情況下 基本上很多事情是沒有時間表的 沒有時間表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在喬嘛 用柯建名的話就是大家就去喬嘛 喬到一個大家都可以不滿意 但可以接受 但是喬是需要花時間 拖鞋 溝通這些需要花時間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因為公投法剛上路 然後整個很多事 我們剛聽到非常壓縮的 社會討論也壓縮 政策辯論也壓縮 然後最後的那個結果都壓縮 所以極度高度壓縮 所以確實公投帶 有了公投對我們造成很大的一個挑戰 但是那個挑戰 譬如就是說 修一定是要依照他們的這個意志 我的意思是說 很簡單就是說 那個公投到底那個意義是什麼 也不是領賤人說的算 各位聊一下我的意思嗎 然後他的效果就是說 他的效果就是說 這個他要求他有一個一定的立法義務 更重要是這個立法義務的這個強度 我們還好有效期 但是效期就兩年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確實會 因為他的整個壓縮的結果 確實會對於這個整個 這個 婚姻平權這條路造成一些衝擊 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最大的衝擊 大家可能還要再心裡不去評估 就是說假設當初是有七次八 但是沒有公投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的那個時候 我說很多人說 很多的政治 政治的局內的人 就是那個比較在做政治的人 他們覺得說對於統治的最好的 他們甚至也沒有把握 那個時候他們有足夠的票 你要有足夠的票才能夠修民法 他甚至覺得他們民進黨內部都擺不平 所以他覺得最好的狀況是 就是兩年雖然都 立法院雖然都不作為 但是我可以直接依照七次八 同志可以直接拿個七次八去互贈幾分 所以我要依照民法登記結婚 然後你想說他這個 有了公投以後 基本上這個選項還在 但是他的政治的可能性就會高度的降低 因為他有 就變成說 現在的政府他有強大的政治壓力 他變成說我要是 他雖然那個修法的實現 是在明年的年底 明年的那個立法院的會期 但是他 你可以想像說接下來的二月 明年二月到五月之間 他們會想辦法儘快在那個之前 完成修專 完成一個立專法的一個動作 所以還是有那個選項 但是那個選項的可能性就是降得非常低 這也是公投的另外一個大的影響 我要講第三件事 我看講完了 對不起 太時間控制不好 我要講第三件事說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因為今天要講公投後 剛才很多朋友介紹的時候 都提到說公投結果不如預期 我們其實今天要做就是說 我們要先 就是要去想說 未來大概會發生什麼 什麼是我們的 這個 worst case scenario 最壞的狀況是什麼 最好比較好的狀況 因為其實未來有很多可能性 那我們需要去規 去做一個這樣的設想 然後接下來 而且總統就是說 我們既然知道說 這是一個長遠的一個戰爭 不會結束在一個戰役 那我要為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戰爭做準備 那你是不是 你要如果說我們這個很積極 變成說我們不是只有被動的挨打 然後人家選擇了戰場 然後我們在 就你要開始去思考說 那我要選擇什麼戰場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這個 婚姻平權 能夠在台灣能夠 能夠有真的進一步 其實八是一個里程碑 但是不夠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下去 我們是能夠依賴法院 那不是普通法院 甚至只能依賴憲法法院 還是說還有其他的事情 我們需要努力 我建議大家開始好好的想這件事情 我們基本上會有兩個階段 一個叫立法階段 就是我剛才提到那個立法的時程 就是他行政院會提朝案 然後立法院還有審議 然後我們就可以想像說 這個反同的團體 他們會有強大的壓力要求 你在5月之前完成立法 立法的工法很重要 然後我剛才提到說 那個公投的結果 不應該是只有領先人有資格講話 因為確實也 他本身都有那個提案的 還是有一定的模糊性 你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可以代表所有的公民 我們可能法律院都知道說 有很多需要解釋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要認輸 你不要在這個立法的站場上缺席 我們要想辦法去遊說 你要想辦法去 去這個 爭取說 最你在這個 他只能設定了一些框械 設定了一些限制 你確實這次可能沒辦法修民法 那我有沒有辦法在其他的可能的選項裡面 我要爭取到最好的選項 那要怎麼樣做立法遊說 要怎麼樣這個 這個集結到說 有足夠的立法員要去支持 很重要 而且重要的是說 即使你立法上輸了 你要想辦法說 我要想辦法拿到一個比較快的ticket 可以到那個 可以到那個提起憲法訴訟 你要至少要找到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過程中去支持說 我就是要訂一個同性婚姻法 另外我們反對 你要想辦法找到這樣子的人 而且他要在那個過程中 就直接 你有三分之一 你接下來你做就算立法輸了 你可以要求申請到要管解釋 這是快的 不用等到說每一個個案 這不是皮說當然的喔 你要怎麼爭取三分之一 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 我就會不會講了 第二個就是立法完了也不表示事情就結束 還有就是訴訟 憲法訴訟 不過剛才不會提到那個憲法訴訟法 它是 它雖然通過了 但是它是公佈後三年才實施 接下來你想到未來的三年 基本上還是依照我們現在的大法官審理案檢法 所以是你要三分之一的 你要爭取到三分之一的立法員 不是四分之一 但是雖然沒有這種新的法律 但是你現在還可以審查 然後我們事實上我們理論上 在討論這個公民投票跟憲法的關係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他們其實 比較少在談事前的選舉前的司法審查 他們比較談多的都是選舉投票以後 你要怎麼審查 事實上都可以審查 所以美國事實上有很多的案例 在法院正在判決說 我這個公投 而且他們事實上公投是直接 就是一個法律的條文在投的 它就可以直接失了 那這個公投的法律 也當然也不能夠違憲 所以他們還是可以審查 所以在第二個階段 就是在訴訟的階段 但是不管是在立法跟訴訟 我要跟各位講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公共的意見 是什麼 真的是會影響憲法 憲法不是說一個真空 處在一個真空狀態 好像會很理想的 不會去考慮到公共的意見 所以我們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們那個要不斷的再去做Campaign 要做運動的 就是要去怎麼樣去想辦法去改變 那個Heart and Might 一般人的 怎麼想 那個 有一個美國 叫他寫美國這個婚姻平權 他提到其實 其實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 其實是很保養的 理由 就是你要理論上 他其實不充分 然後是說不過去的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還是 是對於他們有這個恐懼 或有這個 其實是不理性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現在沒有說 病人不是說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我真的是算假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真的是需要去用 想個方法去 設法去改變 不是在這邊 我們同溫層 我們其實都是廣義的同溫層的人 對於同性婚姻的想法 想像 讓他們覺得說 其實沒有 原來不是我們 他們受到洗腦 或是受到宣傳想的那個樣子 其實是 其實是 要感謝說 我們居然 現在居然 還有人願意捍衛傳統家庭價值 其實是在座各位 所以我聽說 其實美國有很多經驗是說 他們其實 他們的憲法 或是說整個發展 其實很大的關鍵就是在於 美國的這個多數的文化 多數的意見 那個大眾文化 Public culture 那個 Pop culture 它其實已經是 Embrace 是接受同志 然後你不會覺得說 那個是 那個 是不好 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 要花很大的力氣 繼續去改變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就 如果有具體問題 我們再好好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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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的內容都非常豐富跟精彩 那我們接下來QA時間 大概有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發問 然後也可以特別 希望是哪一位談人來回應 那我們每一位大概問問題 跟闡述你的想法 時間大概一分鐘以內 好嗎 你們現場有沒有朋友 想要提問的 好 就是最近公投法有要修正 那也知道說 人權不應該公投這個原則 會納入修改後的公投法 那如果真的修改了之後 它也沒有追溯的效果 就是說之前公投案 因為違背了人權 所以它是無效的 謝謝 我們是不是一次 收集三個問題來 後面呢 兩位 好 請問一下就是 其實這五個案子 講的只有兩件事 那它為什麼不能夠 就是說沒有一個機器 會讓它變成案子 然後組織就非常欣群 來讓民眾可以知道 它到底在討論什麼 謝謝 後面 我請問問題 問題是一個比較緊張的 研究員的部分 就是有關你 剛剛你也要說是 摩門是個戰役 那比如說他們一些 投婚的國家 像歐米那些 他們戰役就結束了嗎 那如果說 這是一個摩門 那摩門它裡面 包含了整個社會的運動 來包含司法的部分 那司法的部分 訴訟裡面 到底包含在裡面 如果說在裡面的話 那 應該是不在在裡面 因為在裡面的話 這整個運動 就是結束了 可是因為 即使說我們通過 同婚 達到我們影響的 但是可能還是有 不足的地方 所以 我個人認為是 應該是never ending 那另外一個 就是請到那個 陳律師的部分 就是 剛剛提到那個 在打訴訟之後 不管是勝訴 敗訴 敗訴我們可以理解說 要再提實現 那實現的話 我們有什麼 企圖 不是企圖 或者說我們有什麼 期待神任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敗訴之後 然後說看他 對於我們的 裝法寶藏是怎麼樣 然後再提出相關的一些 後續的 一些作為 但是在這後續的作為 他實現的話 可能會發展出 怎樣的結果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 上面可以預期到一些 未來的這部分的 發展 那另外就是說 那我們知道 敗訴要打訴訟 那為什麼在勝訴的部分 可能我們剛剛 你也聽得很清楚 為什麼勝訴我們還是 沒有要及這個視線 好 以上是誰 那 請問一下 可以是嗎 老師老師 中選會他們確實 其實不是只有中選會 很多人都會意識到說 我們這次公投完了 因為我們發現 這個公投制度 真的比你問題 有很多東西太衝觸了 然後 就是 所以 然後戲劇上非常多 所以確實需要修改 中選會他自己的草案 他現在也在考慮要放 包括他們現在可能都有公開說 這個 是不是要把這個人權 這個 那個 清泰人權的這個 不要讓他公投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是說他們不會塑集 法律人權不會塑集計劃 第二個就是說 問題 他現在定的那個方式 其實也沒有 可能也沒有辦法解決爭議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可以同意說 這個 少數人的人權 每一個人的基本權 也許不應該都是 有多數決定 但是有很多的事物 都是跟人權有相關 所以問題 我剛才提到的 我剛才有分 跟各位講說 分事前跟事後 事前審查跟事後審查 現在中選會他也有在做審查 但是為什麼會過 因為他的審查密度比較寬啊 各位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 所以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審查 而是你要多延的審查 然後你願意讓那個提案 你願意在什麼情況下 都願意讓那個提案 能夠進入投票 我們為什麼很多國家 他們其實對那個公投提案 他們沒有審查 他們的原因是說 因為我比照代議民族 你立法院的提案 立法委員的提案 你有審查合不合限嗎 沒有 但是問題是說 立法的代議民族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問題比較不會那麼擠迫 因為我剛才提到 代議民族沒有時間表啊 所以你有很多一個立法委員 提了一個很有爭議的案子 大家就會笑笑他 說你這個是侵犯人權的 他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公投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壓力說 可能需要做事前審查 但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現在也有在做啊 只是大家不滿意啊 因為那個審查的標準 大家覺得不夠嚴 那又牽著到說 中選會他的這個審查的能力 包括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要改革 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 讓這個公投之前的整個社會討論 包括整個提案的審議 更嚴謹 更充分 你包括說 他們現在其實也有注意到說 我們現在的問題都在 我們的公投提案 只有當他中選會否決了那個提案 那個領銜人的提案的時候 領銜人可以去做行政證的時候 但是如果他通過了 像我們現在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會現在 他們現在有開放 有考慮要開放之後 以後要容許公益訴訟 去challenge 去質疑說 要是今天 有一個同樣是跟人權 你擔心說投下去了 會侵犯到人權的 你可以在投票選舉前 pre-election 就是在全階段 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要求說 要去審查他 例如說 那個中選會的審查 不會是一個最終的審查 他的審查決定也應該要受到法院的審 這個 再來審查 然後這整個機制的運作是需要時間的 你不可能期待說 法院在短短一兩個月就做出決定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說要把這個時間拉得更長 讓這個社會有更多的討論 我想這個是OK的 然後合併 要不要合併那個公投提案的部分 就是說 我在選那個投票前 最常被問到說 要是兩個 這個提案內容相反 都通過的話怎麼辦 所以他有所謂的conflict 就是說他們叫做互相衝突 衝突的公投提案 那為什麼會出現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法律也確實沒有 公投法也確實沒有機制去給他整合 所以他們也有在考慮說 你有沒有辦法讓他們整合起來 你整合同樣也需要時間 所以我覺得 林哥這次修 我們其實這次有 大家其實 我意思是說 民進黨他們其實也意識到說 我今天如果這個公投法不修正 我2020他死得更慘 然後我意思是說很多人也會 他都磨刀霍霍 想不到公投這麼好用 以前如果在其他國家的話 那個公投如果大家 對題目看不懂 是直接先投不同意 但是台灣不是 我們有七個爛過耶 真的太厲害了 現在你很多人研磨刀霍霍師 要準備用 那其實大家已經有空說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要好好趕快修法 而且我們時間其實相對來說 非常緊迫 所以明年你可以預見說 除了同婚的法律 這是一個重大的 公投的修正會會持續 然後就有很多問題我們可以再多深度的討論這樣 好 我先回答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勝訴 但是有可能也要提示一些那種狀況 那主要還是因為時程的問題 因為時間壓力基本上 就是這個訴訟進度的壓力本身還是在我們這邊 那假設說拿到一個對我們有意的確定判決 不管是撤銷公投的公告 或者是確定更是公投無效 這判決可是新的法律已經產生了 那不管之前的公投的它有沒有效率 它必定是走完一個完整的立法程序 所以它還是一個有效的法律嘛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就是還要看說 這附法律來解釋它如何那個憲法的要求 所以有可能再拿到 就即使拿到一個對我們有意的判決 我們也有可能因為法律已經通過了 我們還是必須去處理這個新的法律了 那當然如果敗訴的話那就不用講 因為我們要提上訴 那上訴到我們可以提示現這個時程 立法早就完成了 我們直接算那個知道 那其實我們期待的示現結果 其實還是要看說 我們拿到的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法律 假設第一個情況就是說 如果是按照向國他們的版本 拿出一個不是婚姻的專法嘛 那大家其實可以顯得預見就是說 我們覺得這不是一個 補合4-7-8的一個專法 那麼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5月24號那一天可能 過了那一天對12點之後 到那個婚姻事務所 一開始上班就有一群人覺得說 這個不是婚姻 我們要一群7-8去做結婚登記 然後呢 這時候婚姻警官就要做個決定 因為有新的專法 他可能給你撥回 好 我們對我們之前做過事情 就會再來一次就是說 因為你有這個專法 不讓我做結婚登記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根據這個專法 對於這個專法整個 去把生法訴訟或是 申請大法官解釋 這樣又要重來一次 那整個專法拿掉之後 我們用回歸4-7-8 直接用因為沒有新的法律出現嘛 就直接做結婚登記 這是一個效果 那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說 可能會有一個同性婚姻法存在 可是它的內容可能就是不完整嘛 那就會變得怎麼樣 我就要比如說收養好了 其實現在就有人在打收養官司 就是說在那個5月24號之前 其實已經有訴訟了 就是說我要在這兩年之前 我就想先去請求法院裁定收養嘛 不過我們目前看到的判決就是國會啦 那如果說我們到時候拿到了這個專法 反正是沒有收養的 那可想而知到時候還是有人會去申請個裁定 然後拿到判決以後 一樣再去申請那個大法官解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拿到一個是殘缺不全的婚姻的 那個版本的話 有可能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就個別的權益來講 去提起這個司法究竟 然後就是也就是說 我們一片很辛苦的就每一個權益 一樣一去究竟 然後SOFA 對 SOFA晚一次 然後繼承完次這樣 其實還蠻煩的啦 就這樣 好 我們時間才能到 但是主幹兩位說 我們可以再稍微5到10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再開放一本的提案好不好 大概可能最多兩個問題 來 請 我想問一下 因為專法的權利 保障應該是優於民法 好 那是不是 就是說 這方面來說 主要最新障礙保護法 這方面的保障 應該是優於一般的法律的 所以呢 我們以後有專法的話 是不是可以 比一般的民法保障更高 比如說 等級為同性班女的每一對送一棟房子 那怎麼啦 那這種是比民法 一般的法律保障更高的法律 讓我們去推動呢 另外一個是說 是不是以後 我們不能教性別教育了 這個 什麼性別光譜啦 同性 同性 同性教育 那老師們 這樣以身世法是會有問題的 最好 謝謝 那我的問題是 其實我發現 在議題 ordin都要同食品權 vaccines 這個議題的冷卻度 比較大滿懷 那在行政徵送 我不知道名字 這個條例 行政徵送 這個過程 會不會擔心說 在萬人對 同食品權 比較不關心的人 會有反干 反而造成反感 反而造成那個同志進商的比較辛苦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陳律師在講解到一半說 我確實想說完但我真正不懂 然後我想要回去跟我的同志解釋 那個行政政政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好像也講不出所有人來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我在參加伴侶們的志工出名會的時候 陳律師就有跟我們提醒說要準備練練身體去上街頭 然後我想問人說在未來有哪些時間檢視我要準備去排架 如果真的要衝都沒問題 好 謝謝 是剛剛後面有問題嗎 好 還有一分鐘時間之內也可以嗎 因為我們時間比較急迫還是說OK嗎 好 陳律師今天來聽了這個讓我正直的兒童的聽到的一句話 我們在玩的法系 可能都比再多的典禮還要低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到過 那個遊戲叫做 一群人 被一組死人 在玩 這一個社群裡面 這一個社群裡面 人聚居了 當然要有一個所謂的遊戲規則 問題是 現在面對什麼要公投 要做什麼事情 要依法 這些法 制定的那一群人都已經死了 不好意思 我們時間一到一半中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 在座的國人 對不對 你知不知道 那一群死的人 繼續繼承那一些死人的意志 在玩你的 那一群人到底是誰 你抓出來了沒有 好 不好意思 OK嗎 所以你的問題是 你們懂不懂在玩 你們被 他們有難意 OK 難解 是 好 了解 好 謝謝你 那是不是我們就剛剛的問題 接待你們回應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我常常講的太監測了 不過 關於我們整個書宋過程 其實半名的連書裡面 都會有把你的記憶 所以如果想要 或者是你的朋友 想要看更詳細的過程 會覺得說 我哪邊好像有跳舞的話 好 謝謝大家回去看你們的書 出去把它翻過一次 那還是可以在下面發問 那我們今天要在上面回答 現在可能沒什麼 不太有這個時間可以依回應 那至於說我們提這個書 會不會讓人家煩惹這件事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再這麼早就把它提起來 不是說我們那個書不起來怎麼樣 而是一開始的聽證 我們就覺得這樣子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也只是延續這個過程 來把這個公投法 我會比較不會說讓你會覺得說 給大家觀感不好這樣 那至於有沒有 這位朋友有提到說 對啦 理論上特別法 應該是特別的保障嘛對不對 但是顯然人家的目的就是怎樣 那其實這也不叫特別法 那我衝擊量覺得說 它這個就是一個保障法 或是它可能是補充法 最理想的方式 它就是一個補充民法的補充法 對 但是顯然也是有可能會被搞成 就是平行世界的一個法律 就是我們所謂的革命義法 那這個就是我們比較不喜歡的 那你自己說保障更優 那希望啦 希望大家台灣社會可以接受到這樣子 譬如說我們可以比一新婚姻 可以有更多的這樣子的保障 好 關於性體教育的部分 對不起今天沒有時間講太多 但是依照這個 我們之前 沒有 對不起 我們本來 我本來要在這裡畫一個圖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還 就不說的 沒關係我們 畫三角形就好 你都喜歡畫畫 而且人家都幫我準備好 這樣不放心 就是大家這個法律的責 都知道嘛 這邊就是憲法嘛 然後這邊是法律啊 這邊就是命令這樣子 那748其實就是憲法位階 所以這次公投的部分是法律位階嘛 那其實這次性貧教育也是啊 法律的部分沒有改變 你只是性別平等教育法還在 沒有修掉 所以應該要讓不同的性情 像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的學生 要有平等的地位 而且要能就是要在學校裡面 有這個性貧教育的部分 是完全沒有耕動的 他在法律 他這次公投其實是在哪個位階呢 在這個性貧教育行政令令 因為他其實做的就是所謂的 施行細則裡面的某個條文修正而已 而且甚至我們都認為 那條文不應該修正嘛 因為那個條文13條 其實說的是性貧教育包含的內涵 但這一個包含的內涵 包括性教育、情感教育跟同事教育 可是這是一個總體性的一個說明嘛 但是這次的公投其實只限出國小或國中 那我們怎麼可能因為國小跟國中想要修 然後我就把整個總體性的一個說明 外涵心理教育的包含的內涵證 然後就修掉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嘛 對 所以其實教育部這邊也是在思考 就是說公投通過之後 要怎麼樣做片套修正 那我們是認為不應該直接把 這個事情實質的直接修掉 對 所以能不能教還是要教 要不然如何能夠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 規定的就是要讓孩子 不同的性情像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的小孩子 其實都可以在學校裡面獲得平等體位 這就是我們在打公投並論中 不斷在說沒有認識哪來的尊重 如果都不教要如何可以防之霸零 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教 而且公投過了對你要教 對 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什麼時候要衝 你看 什麼時候要衝喔 我不知道要不要衝啊 要不要衝 我覺得要不要衝有好幾個屁股點 我只能說我們有幾個屁股的 跟幾個觀察重點 第一個就是大家知道 現在其實最重要的會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行政院正在升版本 這個黨團的便當會出來的這個記者會 我想大家看的蠻清楚的 就是說行政院其實一開始應該是 希望是可以修就是婚姻專法這樣子 可是這個似乎這個主義非常大 因為到了黨團之後 民進黨團之後 其實是被認為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決定不是要用婚姻專法 所以就是後來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名程還沒有辦法決定 所以接下來就會是在這一段時間的 立法郵稅的重點 應該當然就是包括立法委員 怎麼樣可以讓民進黨籍的 立法委員的主力可以變小 然後可以讓行政院 如果真的我們先保好婚姻 就是這個名稱是婚姻這件事情 可以順利的推到立法院 這是第一個觀察重點 第二個觀察重點 當然就是整個配套能不能完整 就是大家關心 所以大家有人提到靠伯伴 有人提到修養 我們都覺得非常重要 對 那平等保護嘛 這個4478說的是平等保護 婚姻自由 那到底平等保護的內涵 能不能真的完整的保護 就要看到說他的修法的內容 那第三 對 所以接下來就會是要不要看 大家就要看出去到立法院的版本是什麼 就是是什麼 那如果是什麼情況之下你們要抽啊 是不是應該要問大家 如果是同性婚姻專訪 然後保障上大家可能有一些不滿意 那就要看不滿意到什麼程度 比方說不滿意到 例如說連繼承都沒有 那大家覺得有沒有很不滿意 舉手表決 有沒有很不滿意 超級不滿意 超級不滿意的話 那因為壓力就會掉到立法院 那是最後施壓對方就是立法院 是不是這樣 想辦法 那假設大家覺得說有繼承了 但是跨國婚姻沒有 因為沒有配套修法 沒有去修這個 所以可能跨國的 就是以後等於就是說 一定要先看身份證 要25國你知道嗎 25國才能結婚 沒有25國不能結婚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25國就是對方 有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 這種婚姻才能有效力 如果是那個沒有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 那個婚姻效力可能會 在台灣可能沒辦法 像如果這種情況你們覺得很嚴重嗎 當然有 超級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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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只要讓我市場受限 對 只要讓我市場受限這樣 對 然後 沒有完整的保護婚姻自由 因為婚姻自由是要跟誰結婚 以及就是與誰結婚的自由 那個表示國籍受限 那再來就是收養的部分 大家覺得能不能接受 就是說假設現在通過的立法裡面 其實只有保障到兩個人的婚姻 但是沒有保障到小孩子 就是例如說 這個寄親家庭有寄親的 就是可以收養對方的小孩 這個權利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啊 當然我們也覺得很重要 現在的家庭已經這麼多了 對 然後完全沒有保障 我想是說過去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的狀態就會是大家需要 我的意思說要等法案出來 我們才有辦法逐步去檢視什麼東西是有 什麼東西是沒有啊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立約 要想辦法得到更多的支持 對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說當然相當困難 尤其是大家現在最苦惱最苦惱的件事情 就是現在的立法遊說跟之前當然是很不一樣 因為公投出來那個700萬跟300萬的這個人數 確實下跨了非常多的立委 對 然後所謂的民意展現 我想我們在公投已經做了 就是已經有一個結果了嘛 所謂民意展現的結果在那裡 所以我們要怎麼突破現在這個公投11月24號 因為以前大家都是大家會用說的 會用各種訴訟來去做遊說 那現在這個700萬跟300萬的這個結果 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再繼續遊說 所以我想真是說 為什麼要列體力的原因這樣子 對 你要自己說 你自己為什麼說要列體力 喔 沒有 我想先預購 其實我們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行動 那其實包括要先把大家對於公投後的情勢 還有很多的狀況的資訊先拉起平白 譬如說教育部並沒有說不要交同志教育 你們其實有看出來 然後行政院其實最早當晚說的是說 會擬同性婚姻專法 後來是在執政黨內部有不同的立委 表示不同意見 後來名稱就變成叫做不確定 其實這些都有一些很微妙的變化 所以請大家加入范子宮 你就隨時可以update最新的情勢 然後我們在25號有一個守護 赤字七八的全台活動 也請大家就是可以來參加 在我們的粉絲專頁有宣傳 然後那個是一個溫馨的小活動 是散步 不是沖的 然後天氣很冷的話可能會提供薑茶這樣 然後現場其實就是 會有更多的QA時間 因為今天有很多朋友問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最後沒有時間充分處理 所以就可能邀請大家參與我們後續的活動 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回答各位的問題 謝謝老師有講 我想要補充兩點喔 一個是那個統治教育的那個 我真的覺得 我也是我就是覺得是這一次 很有問題的公投之一 那確實就是說 教育部在公投後的立場 他是要試圖去minimize 他要去最小化那個公投造成的傷害 造他的那個補益 所以他記得他那個立場我們可以認同 就是說他其實只是讓他那個施行系統那個部分 拿那個臨時取消掉 還可能還沒有 也還沒有 OK 他們會做某種調整對不對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覺得那個老師一定要教什麼 跟老師一定不可以教什麼 跟老師不能教什麼 其實都有很大的差別 今天只是說你把 他們能夠把那個提案限定在說 他只是要你一定不能教 一定不能教 不表示你不可以教 我那個中文不太好 現在的法律是要求你一定要教 或是說他有一個那個 當你把這個積極的要求拿掉 也不表示你不能做 只是你沒有這個積極的要求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你是老師 然後你好好 如果你要教了 在這個中小學要實施士林的同志教育 你會有任何問題 不會 而且這個是你的教學自由 然後同學生也有這個學習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公投過了 不代表說你就要成為孔童的共犯 這個是你不要成為 這個你有到 你作為老師你應該有一個 你有這個 你有這種 你要做 你要維持你的這個 這個 你的職業道德 對對對 然後那個 其實最後一個很簡短的建議就是說 那個行動策略 因為作為一個社會運動 其實剛才也有同一個朋友提到 那會不會是never ending 或者說還有 我聽說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 未來有不同的劇本 有不同的可能性 然後我們運動 我們的策略也有不一樣 有可以走上街頭 可以做這個立法的遊說 然後可以是訴訟 然後那個最好的 沒有一個策略是 你能夠保證成功 然後你的 你那個同資 同資策略是要分散工錢 然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然後因為你如果寄望法院 那個法院不是永遠都會是進步的 你確定說你2020以後 如果選了一個新的總統 然後台灣還繼續提名一個 台灣還會繼續提名這個 這個進步的 人權議事的大法官 你確定說你現在 所以我說很多東西都是 不是說必然的 然後真正能夠靠 依靠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你要游泳 我們要有那個 那個 那個 企圖心就是說 我就是要爭取說 讓這個婚姻平權 是台灣的主流名義 到了那一天 我覺得就不會是never ending 他們還是會 在美國他們還是會繼續騷擾 就是說他們會 你如果是孔童的人 你就會說我是這個 要做那個婚姻平權 然後我可不可以依照我的宗教 基於我的信仰自由 我拒絕幫你做你的婚姻平權 幫同婚的人做這個 他們還會有繼續這些 但是已經就是說大勢已去 大勢底定 應該說不是大勢底定 所以我說關鍵就是 我們要想辦法就是說 從這個 從少數人的進步價值 變成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名義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對 好 謝謝三位講者 今天一個晚上非常豐富的內容 我們從知道了過往到現在 各個環節 到底出現了哪些的問題 有什麼違反跟違心的議題 到陳律師跟我們講的 目前的訴訟的進度 以及講之後有什麼效果 以及可能會進行的方式 那蘇導師其實也提供了 讓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處境 我們不是什麼都沒用 我們的四字七四八分公投 其實它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那也不完全都是 壞的影響力 都是失敗的影響力 那我們現在 或許可以怎麼做 那每個人 風險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所以就是每個人 能夠做現在能夠做的 遊說的部分 爭取民意的部分 訴訟部分 可能可以分進合 以及繼續往前走 那尤其 如同今天的朋友說到的 就是不要停止 不要放棄 所以說時間 久了 撐久了時間 就會站在我們這邊 那我最後一個用的 我上個禮拜聽到 一個國中老師特別講話 他就說我是一名國中老師 我的孩子是 十三到十五歲的孩子 他們是我們同溫層 請你們努力的等他們長大 他們快要長大了 好 那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今天還是保持信心 不放棄 不放棄努力 不停止 更去了解更多資訊 一個晚上沒辦法了解 所有的資訊 尤其是法律問題 但是如果能夠持續的了解 持續的對話 我們總有一天會爭取到 你是主流迷的那一天 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 到現在十點了 大家都還沒有離開 那 最後面呢 辦檸檬今天有這個 2017年的年度報告書可以拿 如果有 在門口的部分 如果同朋友有興趣可以去拿 然後持續參與 最終辦檸檬的點書跟活動 大家加油 謝謝